你 你 你有地方住嗎 沒有 還是 你有住附近的旅館嗎 你有 你有需要幫忙嗎 有需要 你需要幫忙嗎 而且你身上沒有錢 他應該是住一天 住一個晚上左右 然後把他們的電視攢過來 然後他就直接賠償 他直接付錢 你知道他賠了多少錢嗎 他賠了兩萬塊 對 他直接就刷他 因為我們都盯著他 他如果想要做一些比較大的動作 我們就說你想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很快把他趕出去 所以他一直想要闖進來 對 他真的是蠻頭痛的 那警方拿他有辦法嗎 因為他沒有破壞東西 或是傷害人 所以只是把他帶回去之後 放他出來 然後他自己就又回來了 林靜恩2013年與資深音樂人 李昆成共譜 也孫戀 相差40歲的年齡差距 在當時掀起社會熱議 不過就在2023年4月 李昆成因大腸癌病逝後 李昆成與前妻所生的兒子李卓軒出現 一度爆發真產風波 李卓軒更揭露女方長達10年沒有工作 長期抽煙、酗酒、打電動 吃住花費全靠李昆成打理 而在林靜恩繼承了李昆成房產後入住飯店 但竟發生一系列脫序行為 即便報警處理也沒用 如今畫面曝光 他的處境及精神狀況也令人堪憂 林靜恩在23日入住台中高檔汽車旅館後 一連住了4天 住宿以及休息的錢大概1萬多元 但因此用酒瓶砸毀房內石板桌 雙圓形石板桌有近四分之一碎裂在地上 桌上擺放酒瓶、香煙、餐點等 林靜恩花了1萬元賠償飯店業者 但短短4天就花了2萬多元 林靜恩離開汽車旅館後 又到西屯區另一家商務旅館入住 入住期間房務人員聽到房內傳出巨響 結果發現林靜恩竟雜毀飯店剛新買的電視 刷卡賠了1萬多元 他的員工有聽到他房間有巨響 所以他是有入住的就對了 他是有入住的 前幾天嗎 前幾天因為我們跨年的時段就已經客滿 所以他就沒有在 所以他敲你們便室是不是 對 敲壞了嗎 對啊 但是有賠償所以算是合格 林靜恩跨年夜要住到別的旅館 但他的行徑早就在業者傳開 因此拒絕他入住 做了多久你知道嗎 他應該是住一天 住一個晚上左右 然後把他們的電視砸壞了 然後他就直接賠償這樣 了解 他就直接付錢這樣 你知道大概他賠了多少錢 他賠了2萬塊 哇 那很阿薩利的直接拿嗎 對他直接就刷卡了 因為我們都盯著他 對他如果想要做一些比較大的動作 我們就會說你想要做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們很快把他趕出去 所以他一直想要闖進來 對 了解 他真的是蠻頭痛的 對很頭痛 那警方拿他有辦法嗎 警方就是說因為他沒有破壞東西 或是破壞或是傷害人 所以只是把他帶回去之後放他出來 然後他自己就又回來了 沒想到他就索性坐在附近的ATM 因氣溫太冷 他的不遠處還有一個街遊躺在地上 有媒體記者巧遇上前關心 他接下記者的一杯水 精神狀況不佳 記者問他是否有需要幫忙時 他也不會言 需要 他也表示家人不理他 他也無處可去 直到有民眾要到ATM旁領錢 林靜恩才跑開 消逝在台中市街景的夜幕中 你有地方住嗎 沒有 沒有 還是 你有住附近的旅館嗎 沒有 你有需要幫忙嗎 需要 你需要幫忙嗎 有 而且你身上沒有錢 沒有 你有地方 沒有 FIN 有aking 在這裡 有什麼 amor 有